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 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珍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多谢大家 哎呀,还有我啊,还有我啊,还有我啊 还有我《珍必星》 知道了,知道了 你又出来做什么? 我当然要出来 因为你要讲印度的仪调 好好好,你旁听吧 刚才也说过,我们第一 新闻就是来自印度 印度今年经济 他们说得很厉害,官方 但是 外界尤其是 美国媒体就好像不太看好印度经济 为什么看不好? 为什么看不好? 你先听听吧 真必星,你真是烦 印度经济 其实现在仍然面临着 新冠疫情的威胁 2021年全年的 国内生产中值 增速一定会大幅低于20% 印度政府 其实 近期公布了数据 就说印度 在2021年 第二季度的GDP 比起2020年 同期增长了20.1% 很厉害,你又说不会超过20% 现在就超过20% 20.1% 你看到吗? 我们印度很厉害 行了行了行了 你先听吧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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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把这个20.1% 这个数据 在这里骗到人 你老实是莫的 那些东西是染眼法 我们看一看 连 印度大佬 美国 的彭博社都说你是假的 彭博就说 印度官员 其实是不断吹嘘这些增长的数字 而且 印度 亦都 自我 满足 一定可以迎来这个V型反弹 是呀是呀,我知道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的,因为我们很厉害的这个国家 有我老闆、莫迪领导 为什么不可以呢 浪费了 印度的经济前景 其实并不看好 彭博很不乐观 他就说 这些官员 豪言壮语 应该 等下再说 不要吹得那么大 根据彭博社的 经济专栏 作者 叫Andy Andy就说 印度2021年 第二季到GDP 看上去好像很厉害 因为 增长了20.1% 印度曾经吹嘘过 我们一定会 增长20% 到35% 看上去 对吧 超额完成任务 0.1% 因为你是20.1% 他们也说 这个增速 一定会超过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 尤其是中国 没错 有什么错 现在我们超额 软性数字 是不是你妒忌我们 不要妒忌我们 不要去事務 不要去妒忌 这叫做有福气 有没有听过 陈慧林 Cally Chan 你真是搞笑了 那就先听别人说吧 其实 彭博的经济专家就帮他计算了 印度 在2020年同期因为新冠 实行封锁制度 是导致经济 萎缩了 24% 所以你现在才增回20.1% 即是 印度人民 废寝忘餐加班加点 都没有回到去年同样的标准 说话 而且彭博还酸一酸 美国 他就说伊拉克当年 号称在美国的帮助之下 走上了民主的道路 在2012年人均GDP都增长了近10倍 达到了空前的 7,076美元 于是大声地说 美国很伟大 简直 连彭博都说这些是自如自落 你现在 你老板 震悲声 什么事呀我老板做什么呀 我老板很棒呀 你老板不经常是自如自落 懒得 根本是跌到 妈都不认得 现在升了一点 就亚之亚 莫洛哥 计算一条总数 你整年都是跌了 真的呀 其实 美国说到 2013年就帮伊拉克的GDP增长了10倍 而且达到7000多美金 但是你要计算 原来这个国家在 1990年 人均GDP 已经是 10000多美金 所以你说什么呀 是一样的 其实 彭博举这个例子就是 你之前好的 现在 差了很多之后好一点点 就吹得这么厉害 有没有那么失 那么傻 那么我们看看 根据独立研究人员的数据 不是根据你们呀 根据独立人员 你印度的数据 也不能相信 2021年 第二季度的 印度当然 疫情相当 厉害 估计就有250万 到280万人 是因为新冠 而离开人世 那时的印度如何 怎样 那时是厌重了一点点 有很多 少你的头 那时 西梅说你们报条数 是比 现实 少7到20倍 撑你呀 那时怎样 我跟你说 那时 氧气供应不足 医院 床位不够 大家记得吗 最凄凉的就是 很多人 连找个地方 将自己先人好好安葬都不行 唉 只可以 放下行航 然后大雨之下 就冲回上岸 说起都心疼 还在说话 还有一些要变卖家产 拯救亲人 所以 彭博和这些独立研究 都是不相信印度经济的数字 这些数字根本 好像厉害 超过20 20.1 但是 是不能掩盖全国范围内的 大规模的 叫做经济衰退 而且 亦预示着 未来是有很长的复苏之路要走的 我们根据 你们报纸今天印度的说法 如果采用季度 盛感按月计算方法 疫情对印度经济 影响依然 明显 你们 有位经济师就说 优秀的数据 不可以说明印度挡战的严重问题 你的数字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优不优手都不要紧 是吗 经常是吹嘘 好大喜功 什么 有错吗 我们也是鼓舞人民 有事不就报大少少数字 不可以吗 咦 行 但是 这样来说 骗人就说不过去 而且骗得太多了 另一个分析也说 印度的 失业率 的的确从6月份开始下降 但是 GDP 全年的增速 应该都是 百分之 十多少少 你现在摧大了一倍 所以 印度的经济 是今年都不被看好 而且因为疫情 你们关了很多工厂 到今时今日为止 都未重开 有点难道 真必声 想经济 复苏得快 复苏就肯定复苏了 是不是你说得这么快呢 全世界都打个问号 西媒都说 这些信不过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就是来自 南美的巴西 其实 世界杯南美洲的 外围赛 本来有一场 大战 就是巴亚大战 即是 巴西 主场就迎战阿根廷 结果 踢了6分钟 就没有踢 休息了 即是暂停 原来是跟疫情有关的 4名阿根廷的英超球员 因为 被怀疑入境时 提供 错误的讯息 就违反当地的防疫规则 巴西的卫生部门和警方 齐齐执法 使得那场比赛 就没有了 是 暂停 有些觉得 腰斩 不知何时再重赛 我们看到 在疫情面前 防疫 是人人平等的 连巴西对阿根廷这场大战 同样 是没有面比 有些人就说 因为巴西 怕劇不过阿根廷 所以出谋招 那又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 巴西 其实就在圣保罗 主场 迎战阿根廷 上演今年 南美杯决赛的翻版 我们看到 两大巴黎球星 现在 有些不习惯 美斯去了巴黎 两大巴黎球星 就是 尼玛和美斯 因为现在都效力巴黎胜入门 分别 就领军出展 谁知道突然之间 杀出几个情咬金 只是开场6分钟 对不起 比赛就要腰斩 因为 根据 巴西的防疫规定 一众由英国入境的人士 需要接受隔离十四天 换言之 阿根廷四名英超兵 应该 比赛当时 是隔离的 但是 来自阿士东维拉的 马天尼斯 热刺的 劳斯素 罗美劳 一样披甲上阵 当地的卫生部门 和警方 只可以 阻止他们 而且就说 阿根廷的英超兵 疑似提供 错误文件 甚至有人说是假文件 因为他们 在填资料的时候 没有提过自己曾经到英国 避过当地的隔离规定 亦是因为违反了防疫规定 被叫停比赛 阿根廷的重将当然 当然打个问号 美斯问好 不是黑人问好 美斯就问了 为什么开球 5分多6分钟又停 我们之前 整个小时 在热身的时候 你又不叫我们 那些人走开 即是那几个人 要 疑似违反 隔离令那几个人走开 有关方面应该早点通知我们 阿根廷在场内 擾摇一番之后 尼玛和美斯 一齐 出面 试图解决这件事 想比赛继续 可惜 不可以了 最终 阿根廷的球员 被要求要回到更衣室 赛事 宣告腰斩 南美足协事后发声明确定 赛事是腰斩 而且 没有提及重赛的日期 并且指球证和 赛会 将国际 足协 规定 也是完完全全的 实行的 最后 一定要交一份报告 给国际足协 巴西的卫生部门 亦表示 四名阿根廷 英超的 球员入境之后 直接前往球场 所以 一定是违反了防疫条例 阿根廷足总 就说 球队 是没有违反任何规则的 这场 巴亚大战 就没有完成了 相信 两边的球迷 都相当地不过瘾 我也是 阿根廷的 教头 史卡朗尼 很久没有见过他 就说 真是令人违陷 亦指当地的做法 是相当不当的 两个 地方的球员 都希望 如常比赛 可惜 最终就这样收场 令人伤心 他就说 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希望 Fever 会查清楚 哈哈 真的不知道 不过就令到很多球迷觉得 哎呀 顶你呀 想着 看球队的嘛 结果又失去了娱乐 这是第二条新闻 第三条新闻 是来自澳洲的 澳洲 航空业 刚刚发了报告 澳洲的航空业也挺惨 创下了世界上 最低的 飞行水平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 仍然是处于边境关闭 和封城的阴影之下 花旗银行的分析显示 澳洲的航班 数量比起新冠之前的水平 是低了74% 而且 是远远低于 33% 这个全球平均水平 落后于这个研究报告 的其他国家 人家是低了33% 我们低了74% 美国航空市场 显然 就是最强劲的反弹 现在的航班 只是比新冠之前 低了12% 其次就是欧洲 那里的航班 曾经也很低 那里的航班 4月的时候 低于疫情前的70% 但是现在 上个星期 只是低于疫情前的30% 中国的航班 现在就是 低于疫情前的55% 印度 就好一点 低于疫情前的 42% 虽然这个国家 之前有Delta 变种的肆虑 日本 飞行的活动 就比疫情前 低了53% 韩国 就比 疫情前 低了56% 飞行的雷特 图像就突显到这些数据 图像就显示 澳洲的 空域 相对比其他地方 是很空旷的 与北美和欧洲上空的大量飞机 形成鲜明对比 以及 一项针对澳洲航空业 恢复进行的 参议院公开听证会 亦都听取了 旅游业 和运输业 等等 多过工会组织的 一些 数库 用普通话说 要突炒 说回 其实 这些工会的主席 就叫Osmond O.Simon先生 他就告诉 议员听 澳洲的旅游业 没有航空业 就没办法生存 但是两个行业都一决不振 现在的情况就是 旅游业已经失去了61万个工作岗位 而这个行业通常 会有110万 从业者 现在 没有了 多过一半 九月份的学校假期 看起来 都不乐观 因为 识离和墨尔本 还是封城 这样 将会是旅游业室去旅客的第四 School holiday 即是学校假期 澳市民说 由于 缺乏提前预订 关键的 一个假期 对于新人来说 圣诞节 令人十分担忧 澳洲人通常是提前 几个月 预订假期 而出名的 但是现在没有人敢预订 你敢不敢 突然之间有封城又去不了 边境的不确定性 和事情变化 之后 很多人就要退款 退款不要紧 最重要 其实 我最记得 有一个来自墨尔本的家庭 当时就说 我的小孩 想去黄金海岸 已经三次去不了 很失望 这个意味着 很多家庭 就不敢再订票 因为经常退来退去 总有损失 说回黄金海岸 因为 我们黄金海岸 被誉为澳洲的 Tourism Capital 旅游首都 每年也有很多人 但是 我看到 现在就算是school holiday 也是本地人 所以 旅游业者亦要问 请问 聖诞期间 究竟我们要放多少个航班去黄金海岸 究竟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服务呢 因为 这些防疫措施很多服务都可能不行 第三 在哪里找人提供这些服务呢 是的 因为你不确定 那些业者可能不回来 永久转航 是不是 所以澳士曼 他就说 大家都想 快快祟祟 恢复正常生活 但是你看看 澳洲的航空业多么惨 新冠大流行之前 总共有42家国际航空公司 飞往式来 现在只有12家 对呀 飞去最大城市 只有12家 你说大不大 所以 希望 可以尽快 恢复正常 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也显示受到疫情的冲击 澳洲旅游业 真的遇上近年来的 寒冬 旅游局最新的数据就说 2020年 国际旅客 就减少了 760万 国内的过夜旅客 也减少了 4500万人次 单日 旅游人士 就减少了8400万人次 即是那些day trip 即是每日 那些 单日游 总共 保守估计 他们说到也挺厉害的 800亿澳币 整个旅游业没有了 旅游业其实也是澳洲的 经济的主要引擎 旅游业重创 不单止降低了 当地的消费规模 也造成了 60万人的失业 听到也很深酸 好 这个第二单 最后一单新闻 就是来自 塞尔维亚 在美国长达20年的军事行动之后 现在 阿富汗可能就有 1400万人 面临这个饥饿 55万人可能无家可贵 他们有机会成为了非法移民 根据 欧洲新闻网的报导 奥地利的 总理 傅尔茨 之前 跟 塞尔维亚的总统 姆契琪 其实这个也挺出名的 因为 他跟中国关系挺好的 一起在 贝尔格雷德 举行会议 会议上 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 亦都说 对不起 我们近期谈了 欧洲国家担忧的问题 就是阿富汗的 非法移民问题 傅尔茨就说 我认为 这个问题应该从 源头上解决 他敦促 阿富汗的鄰国 采取行动 接收 难民 他亦都说 这个就是我们 跟该地区国家 保持联络的原因 傅尔茨说明 奥地利亦是不会 接收来自阿富汗的非法移民 他就说 目前 想走的人 依然 在阿富汗境内 如果 难民开始涌向其他国家 这样 应该是轮角先照顾他们 绝对不可以发生 他们 非法 涌入欧洲的情况 欧契奇也说 那些离开阿富汗的人 确实有一个目标 就是去 西欧 和美国 他们其实没有多少人 想留在 我们 巴尔干半岛 所以 我们 要向每个人表示团结 塞尔维亚 不会成为 非法移民的 停车场 因为他担心 会经过 塞尔维亚再进入欧洲 也有可能 另外 武契奇 也说 塞尔维亚收到并同意 来自一加阿富汗 足球俱乐部的 150名女性住宿的请求 挺好的 都是做了一些好事 对不对 好 这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